人生短短几十年 中药也就那几年 三十二厘都稳定 五十岁都是甜命 六十华夹呆在家 不用干货有钱华 这种生货最便宜 不用干货去侠地 这些都是个别人 大多生货很勤勤 农存这个年龄段 侠地干货很强简 这个年龄段的人 都是吃苦捞弄运 从小就遭受磨难 吃船主用都可怜 吃不好 船不好 上游捞人下游销 吃船主用都划线 日子过得非常的 因为家里人口多 农民有没有工作 顿顿吃汤和盐菜 一直坚持到现在 酸甜酷辣都唱变 新的问题又出现 四大问题和困难 请我给您探一探 五十六十的年纪 睡也别想多过去 各位老乡能请好 我来给您标一标 第一问题工作难 都是老生来畅探 农存五六十年纪 招个工作不容易 正是工作不好招 工厂大工也先捞 公司都重视年龄 年龄太大没人用 第二问题是 子女 也是一个老话题 五十六十的农民 孩子刚刚张承认 不成子女是个包 实惠离恋赔偿烧 要买房子要结婚 都要父母去操心 第三问题是神体 大货一定记心力 农存生货的农民 冲销生货都请聘 因为贫穷和罗口 天天赶货把嘴手 没有上国去填屑 已经挨人一打戒 没有接受过教育 工作基本靠梯理 都是一些梯理货 人受病痛的折磨 上年类月的劳动 挤累很多的毛病 类逢时 要检判隔中疾病来纠缠 隔中疾病招上闷 日子过得更清静 第四问题会哑难 请我最后探一探 唱年类月的曹心 二女一竟遭成魂 相会到家乡情福 畏畏扭了羊羊主 可惜弄顿大鞭样 没有过去的模样 天地称宝给答复 亨夺半岛称离主 存地看不到任婴 没有任气该杂争 先跟自女一起住 又觉称离不舒服 感觉称离不适应 著作心心不安宁 五十六十四大难 已经给人劝说完 用存这个年龄段 让人感觉太干态 打工不要种地难 做个生意没奔钱 半生辛苦半生病 半生一时 劝福运这个 劝福运 农民就是泪 农民就是泪 地球人都知道 我做人很狼狈 金钱是玫瑰 是袋子的贝类 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 农民就是泪 农民就是泪 全世界都知道 你赚钱很疲惫 用你的汗水 来换真和美 农民受苦受累 谁安慰 谁安慰